我是塔塔拉 现在我要去我们学校的毕业晚宴 要求穿正装 而且我估计应该是去礼堂里边 大长桌子吃饭的那种正式场合 我是刚决定要去的 所以时间有点急迫 我打算边化个妆边跟你们聊天 先说这个晚宴是什么东西啊 我最近做视频也跟你们说过 我现在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 我们这个宿舍是要考核 才能进的那种社群型的宿舍 而今天我要吃的这顿饭 就是每个学年的年末的一场告别宴 他给每个屋子的门缝里边 都插了一个小纸片 今天的饭是有三道主菜 而且会免费给酒 刚刚我发了个动态说我在纠结 问你们我要不要去 我以为大家会一水的鼓励我去 说想看视频啊 或者是想看看国外这种吃饭是什么样的 但我没想到好多宝宝都在说 塔塔你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要去了呀 那后来我为什么决定要去了呢 因为我已经吃了一个礼拜的外卖了 我想吃点好的 刚刚评论区里边有宝宝想让我讲一讲 在国外吃这种晚宴 到底都穿什么 所以今天就来跟你们聊聊这个事情 其实你去哪穿什么 都是提前写在邀请函上的 比如我刚刚这个小纸片上就写了 Attire Cocktail 要穿鸡尾酒礼服 海宝们这里是后期塔 我找了张图片更清晰地演示了着装要求 最常见的应该就是我框起来的这三个了 正式晚宴我只去过一次 菜品均价应该是在3000块钱人民币以上的 这种场合就是你坐在那动一下都觉得别扭的地儿 像酒会啊学校的晚宴一般都是中间这种 要么叫鸡尾酒套装 要么叫半正式服装 更休闲一些的就是右边的商务套装了 有些宝可能说 嗨穿个衣服嘛 哪那么多事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美剧叫继承之战 那里边真正最有钱的人还真就不穿这些 所以你穿什么其实不取决于你去哪 而取决于你是谁 好了我化完装了 我还打算再戴一个夸张一点的耳环 这个也是之前跟大哥约会的时候戴的 我们上次去的那家餐厅也已经很贵了 估计从那个视频里面能看出来 我们俩都非常努力地打扮自己 让自己配得上那个环境 结果到那之后发现所有人穿的都是变装 他们真的就像下班之后随便去吃一吃的感觉 拿着房卡 我也丢了吧 我就一个手机一个卡 我没兜了 这个衣服是这么穿的 我完全看不见你 嗨! 给你们看今天的流程 所有澳洲的活动 第一件事一定是宣告 然后是欢迎 这个是我们的宿舍长 下面是前菜 然后用这三个讲话 接下来是主菜 最后还有一个表演 我们现在说说念阳 我们学习和学习 从知识的观世 从知识的明显 从现代表现 的现代表现 明显 订阅我们来帮你回来 来在我们的年龙 我们将将继续增长 一定会经过不同的面前 我们将会有更大的问题 在未来的年龙 不得你管我 你管我 你管我 这是entrée前菜 好像像一个小型披萨 海毛们我又是后期塔 我打算给你们配音解说了 因为当时太狼吞虎咽没怎么描述 这个饼贼好吃 是那种嘎嘣脆的披萨 上面放的是烤熟了的西红柿片 我知道有人不爱吃烤西红柿 但我特别喜欢 因为烤熟之后 它有更多的汁水冒出来 就更酸更清爽 旁边的芝麻菜也是油醋汁 感觉整个前菜就是有一个开胃的功效 竹菜有两个选项 三文鱼和羊肉 我一直在心里默念 我要羊肉我要羊肉我要羊肉 结果恰好到我这就剩一盘羊肉了 我就非常快乐地接受了它 我感觉它是先炖后烤的 所以羊肉特别烂火 刀往上一切它就反架了 根本不能切成块 下面的酱是酸奶油加大蒜 这一点点酸味把羊肉的腻完全解掉了 旁边的烤南瓜也很好吃 但我感觉刚才的西红柿和南瓜是一块烤的 因为南瓜上边也酸酸的 我当然实在是太饿了 旁边人吃一半的时候我已经吃完了 而且因为我不舍交也不说话 所以一直在那儿吭吱吭吱地吃 有点尴尬 旁边的灵魂 只带我们来接近 I like the way he's speaking his confidence is peaking I like his baggy cheeks But I might like what's underneath it You know I ain't been to M.I.A. I'm by the county Now I'm right I knew you're quite a way First I see the west end I'll show you to my brethren I can't listen I can't avoid I can't wait Emma Suzuki 是的没错 刚才那个被逼掉的声音 是我的名字 我真的完全没想到 我过来蹭个饭 还能领个年度学术奖 大哥说你把名字逼掉 谁这要是你啊 要不然你们当就是你们自个儿 啊靠我回来了 其实晚宴还没有结束 他们待会儿还有大合营 以及去酒吧的活动 但是我还有论文要写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闲 所以我就先回来 跟你们say个拜拜 总结一下 今天这顿饭 没白去 菜很好吃 从我走的前半个小时开始 我们那桌子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说话了 甚至那些本来看起来认识的人也不说话了 所以我就不是最尴尬的那个人了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而且因为我一直在跟相机说话 显得我好像还很social的样子 还有你们听到我的名字吗 我得奖了 我这回得的是一个年度学术奖 就是在所有住在这个社群里边的人里边 我得的high distinction和我的家权平均分是最高的 之一 刚刚有人问我 你惊讶吧 你得这个奖 其实我不是特别惊讶 因为我知道我成绩挺高的 但我不知道没有人比我更高了 很开心 对我还有一个是想跟你们说 所以你们看 刚才他们一直在放那些活动的照片嘛 就感觉里边完全没有我 我完全不知道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还是有一点小失落的 就感觉住在这这么长时间 也没有很好地去融入他们 我之前做过视频 给你们讲我设恐的这个事 就是我不太愿意太努力地去社交 所以我错过了很多活动 但是我现在想起来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去参加更多的活动 哪怕稍微尴尬一点 有可能会收获更多的友谊 更多的欢乐 以及更好的口语 我刚发动台问你们 我要不要去晚宴的时候 也有好多宝宝留言说 很有可能我这次不去之后就会后悔 因为快乐是别人的 如果你是因为懒了 所以不想去某个活动的话 没准你踏出那个舒适圈 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好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大家还想看其他的澳洲生活 反正我要走了 估计也拍不了什么 那我们下期随缘见 我是塔拉 我爱你们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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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